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来贝克都非常的用心 大家注意看了 他的用心不止在课程部分 还有在穿着的部分 大家看看 导播给个特写一下 哇 这是人类演进的过程 对 人类进化史 Stop following me 因为被跟得很烦 大家课本上都会看到这个图 我觉得这个图还蛮苦手 那个时候在泰国看到就买了 这个露西演变的过程 就是其中的一个吗 对 人类之所以特别 而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感觉 喜怒哀乐的情绪 所以这也是为人 在精神的部分 在文化的部分 跟一些的生物比较不同的地方 今天张宇老师就要 就这些神经感觉的部分 为我们分析 这个感觉到底是哪里来的 也邀请到两位同学 跟我们一起来上课 第一位介绍的是贺须黎 哈喽 大家好 是贺须黎 第二位介绍的是威尔逊 嗨 我是威尔逊 贺须黎跟威尔逊在生物界 他们代表了什么样的地位跟领域 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可爱的贺须黎 那贺须黎其实他是个男的 本真是个男的 但是呢 我们这边要跟各位稍微介绍 他是英国的生物学家 那他所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搭配达尔文的 像我们这个衣服上面搭配 就是天泽说的概念 那人类不断的进化 那贺须黎提出的所谓天眼润 也是跟天泽说有相互对应到的关系的 是 威尔逊也是个了不起的人 然后他是个男的 OK 这一定要讲一下 生物学界男生好像比较出头 对对对 所以女老师算是稀有的 对啦 女老师最出头的就是我们的张瑜老师了 还好还好 好 刚才提到一开始呢 我们点出重点了 就是人有很多不同的感觉 有很多不同的 包括纤细的喜怒哀乐啦 甚至更细微的感觉 这些情绪 这些精神上的感受 是从哪里来的 这边我们就要介绍到 我们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感觉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所谓的协调的作用 那这协调作用分成两种形式 一种是快 而且局部的区域 那这种是靠神经系统 那另外一种是缓慢的 你知道快跟慢总是都要调节 一个急速的处理 那一个后续的慢慢的去缓和这些的动作 要去做一个互相搭配 但是神经系统跟内分泌系统 分别在人体的哪里啊 OK 神经系统基本上来讲的话 分布范围就是我们全身都有 那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 除了就是中枢神经之外 还会有重要 就像人家踩到你的脚 哎呀会痛 踩的比较痛的就是比较密集的 或者是比较说比较表层 那个神经痛觉 可能分布在比较表层的地方 所以像我们人类 会有所谓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 我们号称敏感带 OK 那这种就是他神经 可能分布的比较密集 那内分泌系统的话 它基本上来讲 分布在我们的头 一直到我们的性线的部分都有 OK 那这边稍微概略 跟各位介绍几个小重点 首先第一个 神经系统的话 它是靠神经细胞来产生讯号 而且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快 因为它靠电流 那你可以猜测一下 来请问你觉得电流传递的速度 一秒钟可以传几公尺 猜一下 猜一下 一秒几公尺 20 20公尺 20公尺 再多一点 再多 对倍数 来200公尺 真的主播太厉害了 200公尺 这个叫做歪打更糟 所以一秒钟最快可以传递到200公尺 当然也有慢一点的神经 不过只是跟各位讲速度非常的快 可是因为它很快 但是作用范围很小 举个例子 各位有牙痛过的经验吗 牙痛过 你会不会牙齿痛 然后到医院去之后 医生问你做哪里头 我牙痛到脚趾头也好痛 不会嘛 所以代表一件事 它作用范围会比较局部 区域比较小 而且持续时效很短暂 应该不会牙痛痛一辈子 除非你那颗牙真的已经烂到不行 牙痛不是病 但是痛起来真要命 对很尖锐的痛 那内分泌系统的话 它调节是比较缓慢的部分 譬如说 我们身体里头 像各位青春期的时候 很多国中生在青春期的时候 那个转变 譬如说像 你绝对不可能前一天晚上起来 睡觉之前跟妈妈讲话的时候 还是小男生的声音 妈妈我要睡觉咯 隔天起来 妈 早餐咧 不可能嘛 这个叫做等大人吗 对 这叫等大人 那等大人就是我们内分泌在调节 这可能需要三年到五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作用相对之下比较慢 是慢慢来的 不可能突然产生变化的 对 而且它作用的范围会比较大 你想一想 男同学在做青春期的转变的时候 会有哪些改变 猴结嘛 对不对 猴结会长猴结 在哪有呢 胡子 胡子嘛 对不对 还有哪里 我们的上半身会长毛 翼毛 对不对 下半身也会长毛 会变得很低沉 腿毛 对不对 OK 好来 会长腿毛 然后腿毛长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它作用的范围相对之下比较大 是 OK 那持续的效果很久 这是这个简单告诉大家 神经系统跟内分泌系统的不同 对 不过器官我们都知道 什么器官长什么样子 那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 有它的长相吗 有耶 真的有 对 先从小的基本小构造 来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东西叫所谓的神经元 那意思指的就是一个单元的概念 所以我们的神经系统 不举凡是大脑或是小脑 这些都是由神经元一个一个去结合成的 那分成两个部分 考试最喜欢考的就是 细胞本体跟神经纤维 那你看字面上的意思 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细胞本体 好棒棒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细胞核 有看到吗 因为它叫做本体所以比较重要 本体 对 当然是因为它里面有细胞核 所以它可以负责调节这个神经细胞的 所以张宇老师 所有人体的神经元都是由这个形态所组成的 对 差不多大同小异 当然会有的形态 比如说是这边的处处比较长 对 那像有一些生物不是有所谓 我们称这个生物很高等 或者这个生物很低等吗 那它其实高等跟低等 其实就在于神经系统的发达程度 各位可以看到最旁边这个水席 你有看到它有没有很集中的大脑或神经所 完全没有 就很分散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处理一些复杂的 它只能够感应光线 感应食物 感应一些波动 再来蝗虫的话 有脑但是没有脊髓 所以基本上它神经调节 也没有像哺乳类动物 或者是比如说 从脊髓动物开始这么高等 所以有脑跟脊髓是相对之下 高等一点的生物 是 所以越低等的动物 越没有喜怒哀乐的感觉吗 对 其实是这样的概念 了解 可是它们就有基本的一个求生 比如说感受光线 感受食物在 饿了要吃东西 对 没错 这是很基本的生理需求 好的 这个第一阶段先上到这里 当然张瑜老师要出个题目 问两位同学 跟电视机前的同学们 好来 老师请出题 好来 下图是人体的神经细胞 关于这个细胞 下列叙述核的正确 好 这个题目 两位同学想一下 有ABCDA 甲中含有细胞核 是维持神经元代谢 跟生长的主要部位 B 这个细胞可能是 感觉神经元 负责将脑或者脊髓 发出的命令传达到动气 C 以负责解读传入的讯息 跟向外发出讯息 D 人体中最长的细胞 是由大脑延伸到脚趾的神经细胞 合者是正确的 来 威尔逊 A 我们刚刚讲到甲 是叫什么名字吗 细胞 本体 本体 很好 那细胞本体 含有细胞核 那我们刚刚强调过 因为有细胞核 所以它是代谢 最主要的部位 所以这题答案是A选上 那我们解释一下 BC珠为什么错 此细胞是感觉神经 什么叫感觉神经 感觉神经应该是接受感觉的 所以是从受气 什么叫受气 比如说我摸你的手 或者是我打你的脸 假设这样子 那我打到你的脸的时候 我手碰触到你的脸的时候 皮肤会把感觉传进去到大脑 产生觉得爽快的 可以 打得很爽快这样 对 没错 OK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感觉神经元 应该是要把它传达到中枢的 而不是发到动气的 如果发到动气 这样运动神经元 再来宜选项 以负责解读传入讯息 跟向外发出讯息 解读讯息应该是假的工作 因为我们所有细胞本体的功能 就是负责做这些讯息的整合 再来人体最长的神经细胞 这就要补充一下课外小知识了 你们知道人体最长的神经细胞 是哪一条吗 很有名哦 这一条 可是看起来这个答案真的好像 如果一般不懂会选它 因为真的从头底到脚底最长 感觉上 对啊 贯穿全身 全身上下最有名的一条神经 座骨神经 好厉害 你很常看广告嘛 我也是 这只圣经而已 没错 就是他 那我们现在跟 真的真的 你常打吗 那一只好吗 没有 没有这个困扰 好 我们跟各位解释一下 座骨神经 它的位置在哪呢 来 这个位置 大概是我们裤子拉起来到尾端后面 这边地方叫间锥附近 那差不多从间锥这里 往旁边 像我们大家裤子旁边 通常会有侧边的线 延伸一直延伸到小拇指 所以其实 座骨神经相对之下 至少大部分都会有一公尺长 的成年人来 是 所以它是全身上最长 我们没有神经细胞 可以直接连贯到这 了解 顺带一提就是做骨神经 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有 做骨神经痛的问题 不是只有老年人 因为做骨神经 只要你长长久坐 而且我们比如说打电脑的时候 身体神经完整会产生压迫 还有很多人喜欢翘脚坐 是 酸缩到神经 还有这个内分泌的系统 大家有想到了 好像有一个感知很敏感的是 人的脑 到底这些神经内分泌 跟脑的关联又是如何 稍后回来讲 通常来讲 在考试的时候 很常考到脑干 因为它跟生命现象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举凡心跳 呼吸 体温 跟脉搏 这些东西 通通都是它控制 今天是生物名师章鱼老师 教我们生物 关于神经 还有内分泌系统 相关的常识跟知识 那刚才广告之前我们提到了说 说到人的感觉 运用最多的 而且最先界的应该算是脑子了 那么这些神经细胞 跟脑的关联是什么 脑不会由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小小小小的神经细胞 所组成的吧 是没错 真的是吗 对对对 神经元就是构成 我们的神经最主要的 的单元 是 那这边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神经系统 因为其实神经系统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主题 那我们在国中阶段 基本上来讲 就是把它浓缩成这几个部分 分成中枢跟周围神经 那中枢神经顾名思义 其实它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就是在人体的正中间 我们人体是呈现左右对称的嘛 所以从这里是大脑 然后小脑在耳朵的上面 这里的骨头里面 再来还有比较靠近在 头颅这正中央的脑干 还有从脖子这里开始都是脊髓 然后一直衍生到尾部 这边刚好都在人体的正中间 所以叫中枢神经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它其实是负责 讯息处理的主要的控制中心 从脑一直到腰部这里都是吗 对对 那就看是什么样的反应 有一些比如说跟情感意识有关的 OK 比如说我今天决定要去 午餐要吃排骨饭 这种东西就是大脑控制 那比如说我今天踩到一个东西 脚快速收回来 这个还没有大脑反应过来之前 就收回来 这个可能是脊髓控制 这叫做反射动作吗 对 反射动作 所以颈部以下反射动作靠脊髓 好 那我们稍微一一来介绍一下 大脑的部分来讲 它是控制有关于就是 我们的情感意识语言 包含像有一些人说运动神经很发达 其实是大脑 OK 那小脑控制什么 平衡 如果平衡感不好的人 他可能在做一些平衡动作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跌倒 那像鸟类跟猫 大家都知道 它可以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 不太容易就是摔倒 那就是因为它小脑比较发达 那大脑跟小脑有几个共同特色 第一个他们都分成左右两半球 然后他们都可以在训练 大脑真的比较大 小脑比较小吗 对 真的比较小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片的部分 这个是大脑的图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大脑的结构看起来就比较大块 真的耶 那一样分成左右两半 差好多 这是大脑 这个是小脑 但是都有皱折 而且都分左右两半球 那值得一提呢 就是考试很喜欢考验概念 比如说像中风 就是因为它可能 就是大脑的结构的部分的血管堵塞 导致那边的细胞缺氧 所以它可能比如说 左半身瘫痪 那左半身瘫痪是 右边的大脑在控制 那如果右半身瘫痪 相对的就是左大脑 因为大脑在这边 其实神经有交叉 OK 那前面这里叫脑干 反而值得一提的就是 其实脑干啊 通常来讲 在考试的时候 很常考到脑干 因为它跟生命现象有关 什么意思呢 举凡心跳 呼吸体温跟脉搏这些东西 通通都是它控制 OK 所以像有的时候 比如说出车祸的时候 你送到医院去 它会帮你检查 就是几件事情 第一个它会刺你的脚底 因为要看有没有脊髓反射 像我们不是有听过 昏迷指数三吗 是 对 它就是有一个评分表 满分是15分 那你比如说 一拿几项东西有反应 你就可以多得到几个分数 那昏迷指数三是最低了 所以没有2没有1 是 OK 好 那脊髓的部分的话 是从这边开始往下延伸 延伸到这里尾部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它控制的就是 我们下半身 比如说手脚要活动的时候 讯息也是要借由脊髓 再往上传递到大脑 人体真的是一个 好精密的器官的组合 对 所以很怕就是说 比如说因为外力的关系 导致于任何一个地方损伤 好 这个讲了这么多 刚才包括有图表 包括有这个真正的 大脑的长相图示 再来出题目考考两位 我们的答案就在刚才的题目中 来张一老师再出题 来我们来看一下 国外影机 你常常主角在出意外的过程中的时候 医生会拿手电筒照这个人的 就是瞳孔 那检查他瞳孔有没有缩放反应 那请问你这么做 是为了检查脑部哪一个区块 有没有损伤 判断他是否还有生命迹象 赫蓄离 有没有联想起来 答案是几 C 脑干 C 脑干 我也觉得是C 你也是觉得是C 两个人今天好有默契哦 没有错 好来 恭喜又答对啦 脑干的部分啊 他是控制 就我们刚刚讲的心跳呼吸 还有什么就是 比如说我们的体温 那这些现象 因为脑干如果损伤的话 相对这个我们就说 这叫脑死 就是这个人GG掉了 拜拜了 好 OK 那所以如果瞳孔在照光 它本来就应该要有缩放反应 它遇到强光会缩小 那如果没有缩小 代表脑干受损了 好的 刚才呢 介绍完了大脑 介绍了神经系统 紧接着还没有告诉大家的 内分泌系统 它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跟功能呢 知道吧 肾脏位置在哪 很多人不知道 摸到你肋骨的 靠近后段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位置 因为有些人会以为 肾脏在很靠近腰部的地方 没有 它再更高一点 然后左边比较 对 左边比较高 右边比较低 今天生物科技 除了大家 让大家更了解 自己的身体生物界之外 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 生物当中 很容易出在考题当中 是什么样的内容跟单元 紧接着这里 真的要仔细听了 考试长考 内分泌系统 张瑜老师 好 没错 内分泌系统啊 因为我们人体 非常多的内分泌系统 其实各位稍微都有听过 来 看到脑垂线 有看到吗 脑垂线的顾名思逸 它在大脑下方 它有一个脑垂体 它在这里 那脑垂线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它功能 非常的复杂 那甲状线的部分来讲 各位摸摸看 自己的喉咙这边 这附近你讲话的时候 会震动这里 这里附近就是甲状线 那副甲状线 这个图片为了 要让副甲状线 比较清楚说 它把它特别拉出来 其实副甲状线 跟甲状线是包埋在一起的 甲状线在外面 副甲状线是包埋在 它有点像是 它的背面背侧里头 是包在一起的 那有些人 大脖子就是甲状线出问题了 对 甲状线 没错 大脖症 OK 那再来肾上线 肾上线的话 是在肾脏的上方 肾脏位置在哪 很多人不知道 摸到你肋骨的 靠近后段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位置 因为有些人会以为 肾脏在很靠近腰部的地方 没有 它再更高一点 然后左边比较 对 左边比较高 右边比较低 左高又低 因为有肝脏 左边比较高 右边比较低 对 因为前面这边有个肝脏 所以会稍微把它往下压一点点 那再来胰脏的部分 它是比较靠近 就是在你肚脐的位置上方这里 在你的胃的下方 再来卵巢的话 男同学没有 对 比较可惜 好 差不多是在坐骨 这里面的范围 也是靠近肚脐下方这里 然后卵巢 所以像有些女生生理期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地方下腹部会不舒服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经济 可能不是很顺 那男同学高完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在哪了 所以这样老师 就是说你说的内分泌系统 都分布在这些身体的部位 跟器官里面 没错 没错 那这种内分泌系统 对于人体的公用好处 坏出个是什么 好 所以这边我们列了一个 详细的表格 来帮各位介绍一下 来 首先第一个 我们刚刚介绍到脑垂线 你看它那位置是不是在最高 所以它就相当于是老板 下达命令 他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分泌我们幼年时期的时候 大家爸爸妈妈都希望小孩长得高 以后才不会被人家欺负 而且比较有自信 这跟生长术有关 为什么 因为它是促进骨骼生长 你小孩要长得高 你骨骼当然要长 而且它是促进长骨骼 什么叫长骨骼 就是我们这种手骨脚骨 这种叫长骨骼 所以内分泌系统 有优点当然有缺点 太多太少都不行 因为会造成疾病 太高会变成巨人症 太矮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侏儒 很多人会对巨人症 会有所谓误解 NBA那么多球员 大家都巨人症吗 姚名身高227公分 这是巨人症吗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跟这位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巨人症的话 它是骨骼快速成长 通常有的时候 一年可以长到8到15公分长 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造成你骨骼密度不够 所以很容易骨折 骨头比较脆 所以不可能打NBA 更何况中锋 绝对不可能 所以并不是长得高的 就是巨人症 要看它生长的过程 还有骨头的组织密度 对组织密度 然后猪颅的话 通常身高是不满130 甚至是120、110以下 这种叫猪颅 那都是因为生长数的问题 那脑垂腺还可以分泌其他激素 因为你要想 我们后面等一下 还要介绍很多激素 这些激素必须要有人 发出讯号告诉他说 轮到你分泌了 那脑垂腺就会分泌 其他的激素 它是总指挥就对了 对 也没错 所以内分泌总指挥 它可以去指挥 所以如果脑垂腺 因为车祸或什么外力撞击 而受损的话 也会影响到 其他连带的内分泌分布 是 OK 再来我们来看甲状腺 夺子这里了 对 甲状腺素 那甲状腺素 做的事情很重要 为什么呢 跟细胞代谢有关 一样幼年时期的时候 细胞代谢震在很快 所以如果细胞代谢 如果不够的话 那这个时候会形成一个问题 叫呆小症 什么叫呆小症 跟猪颅症有什么不一样 顾名思义 这个的智商通常会比较低 OK 那所以因为代谢的问题 所以脑部发展不好 那这个的话 它是智商是正常的哦 所以你不要随便对猪颅说 呆小症 不行啊 很多猪颅是非常有人生的成就的 事业都做得非常好的 医生啦 大老板啦 都有呢 所以他们的智力上面是没有问题 是 那甲状腺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 成年时期 会有些有甲状腺抗净的问题 那因为代谢很快 虽然他们的能量产生过多 所以通常会有那种 比如说眼睛凸 或者是很瘦 然后很容易手抖 他们拿东西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是很明显的 手会这样子抖动 OK 那通常就是因为它代谢太抗净了 好 那再下一个 这个是考试比较少考到的 这个东西叫腹甲状腺 那腹甲状腺的话 对特别是国一的小朋友 他们会觉得比较困扰 就是老师们都会告诉他说 就是调节矿物质的量 那调节什么矿物质 钙根磷 那各位知道矿物质在我们身体头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钙根磷一看 就知道在哪里最多 骨骼 对不对 所以太多的时候 腹甲状腺分泌腹甲状腺素 如果它分泌太多 这个时候会使骨骼里头的钙流失 那你想一想会产生什么问题 骨质疏松 很好 骨质疏松或者是骨折 OK 那血液里头的钙太多 这个叫血钙症 OK 容易产生肾结石 因为肾脏在过滤血液的时候 就卡在那了 好 那太少的话 电解值不平衡 意思是说骨骼里头钙很多 可是血液钙很少 这个时候会造成抽筋 OK 所以这个部分 前面的部分 那后面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考试还很喜欢考的一个 我们刚刚讲到 考试最喜欢考的就是 甲状腺素 OK 很难用脑垂腺 分泌的生长素 接下来胰岛 各位有没有看到胰岛素 是 一定有听过胰岛素吧 只要有什么糖尿病啊 什么都会 就会强调到胰岛素 没错 而且因为台湾 现在老年化 人口越来越多 那平均基本上来讲 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 有糖尿病的问题很多 所以胰岛素你会很常听到 胰岛素的功能是为什么 这么常听到 原因是因为它是可以控制 我们的血糖降低之后 变成肝糖 什么叫做肝糖 储存在肝脏以及肌肉中 它是一个储存的模式 不要让你血糖太高 不然太多就会变成糖尿病 是 那胰岛 它除了可以分泌胰岛素之外 它还另外分泌 另外一种基础 叫生糖素 顾名思义 是干嘛 制造糖 升高血糖 因为你刚刚不是把血糖存起来了吗 那你要用的时候 有时候你是不会肚子很饿 回到家说肚子好饿 妈妈还没回到家 或者是比如说还在煮晚餐 这时候你会不会真的饿死了 不会嘛 为什么你会好饿好饿好饿 突然间饿过头就不饿了 为什么会有那种饿过头不饿的感觉 就是因为生糖素作用了 把血糖升高了 为什么把肝糖分解出来 所以这两个互相调节 再来肾上腺素 各位一定也听过肾上腺素 什么情况之下你会觉得 紧张的时候 肾上腺素就升高 对没错 因为肾上腺素它负责调节 一样是让血糖上升 所以它的功能跟生糖素有点像 那它做的事情是让你的应付紧急情况 所以会有这些动作 心跳血压脉搏上升 血液增加会让你肌肉可以比较有力的 去应付紧急的情况 可是缺点就是肠胃蠕动会减慢 所以肠紧张的人肠胃会不好 因为肾上腺素作用的关系 这当然也在一部分 再来性腺的部分 雄性跟雌性 基本上来讲就是促进你的成熟发育 跟第二性征 了解 这个内分泌系统对人体真的太重要了 考试很容易考 今天压轴题 教请两位同学来答题了 最容易考的单元跟内容是什么呢 对 我们来看一下 人体内分泌线激素跟身体反应的配对 下列合者错误 来A选项 脑垂线分泌生脑素 促进骨骼跟肌肉成长 再来甲状线甲状线素 调节钙跟磷的量 胰岛 胰岛素 血糖浓度可以下降 肾上线分泌肾上线素 让肌肉 powerful 来哪个是错误的 题目要看清楚 好 来威尔逊 哪个不对 B B不对 B B 哎呦 好厉害哦 太厉害了 那不是甲状线应该是什么线 负甲状线 负甲状线 真的对我认真听讲 对 调节矿物质的量 是负甲状线 那甲状线的功能是什么 还记得吗 细胞 代谢 对 没错 很好 老师讲得好 又生动又好听 所以大家都吸收进去了 希望电视剧的同学 也是一样 吸收的这么好这么多 让身体更健康啰 今天再次谢谢两位同学 更谢谢章鱼老师 我们下次生物课程再见啰 拜拜 拜拜 所以病毒是长得高的 就是一人这样 要看他生长的过程 还有 还有 猪猴的 属于密度 然后猪猴的话 通常的身高是不满130 甚至是100或100米 以下 这种叫做 那都是因为是脑子的问题 对 那脑椎线还可以分泌 几下之处 因为你很常 我们要分泌 等一下 还要介绍很多的知识 这些提示必须要 用发布信号 告诉我 欸 连到你分泌人 脑椎线都会分泌其他的 它是总指挥就对了 所以你能做 对 就是总指挥 它可以去指挥 所以如果脑